文艺企业资专页面的话 假如说我们从这个页面进来 首先我们要获取将那个信息进行展示出来 然后把它还可以选择我们的收货地址 首先的话这有个地方 我们因为我们收货地址它有添加 因为墨的它是没有的 它可能很有添加功能 所以说收货地址我们先不要管 我们先保证我们正常可以提交简单 所以说先展示我们这一部分信息 然后进行提交就可以了 打开我们对应的VILA配置设计 里面有个order这样的一个文件价 在这里下的话应该是点gs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需要提交一个请求 在我们的信息请求过来 get order我们的info信息 这个是获取我们用户的 请求的这一个信息进行展示 请求的信息是在我们最上面 我们是unload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获得它的请求的信息数据的 unload在这个地方 然后是raise-site-site-data 将我们的pyram这些东西进行创行的处理 是json.parse-seal 我们是1.data 就是我们传递过来的data设计算 然后有了这个数据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简单就做了 我们只需要发送一个网络请求去我们的后端 然后在那些参数传递过去就可以了 传递过去的数据现在来说比较简单 第一个是我们有哪些商品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商品的数量 就这几个知道 但是我们不是有那一个传过来data data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的复杂ID 我们就直接可以将我们的那个计算数据统一上传就可以了 data是我们的数据区 type是我们传递过来的data里面的paramets里面的type 然后还有一个是goose goose的话我们直接要传我们的是json数据过去 json. 然后是this.data.paramets.goose 这样的一个传过去 然后就是发送我们的网络请求 微信request 我再给大家写一遍 ur写了大家不知道 app.beard.ur 想从新写一个页面 叫做order info 这个ur记者 header app.getrequest header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message 我们提交的方式我们都会使用post 这种请求一定要使用post 因为干啥它可能未必能够称这么大的数据料 因为干啥请求它一般会有限制的 urid 它是限制的 post的里面会不会限制 所以说我们这个用post的请求 data就是我们前来构造的电厂信息 这个size方法 就是我们数据把回成功到以后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它被动作回掉回来 再的话我们就发送请求回去了 发送请求回去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调这个方法 而且也在我们的on show里面已经同意的交用 请求是已经发送过去了 但是页面不存在 好那我在后单里面 webapp里面我们新建一个order 不存在一个吧 从头显比较迪迪迪 看个方法单叫 order info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df order info 这样的一个方法 一样的是什么呢 是 rp rp code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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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p rp if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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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rman是固执 前提是我们表单数据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取没有的话不好意思就是空 是member信息 member 会员信息 我们会遍你这样的结果去放到这一个里面来 以后Pairman固执 我们直接Pairman固执等于我们的这个对象 洁生诺子进行反解析出来 放到一个意思上里面 然后是FoodSix 这是一个字典 为什么需要一个字典 是因为我们想取了它的一个 它想购买到份数 等到这个字典之后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FoodID 就可以直接取出来它对应的份数 这样比较方便 我看一下 请求里面是不是有number 就可以直接拿过来了 然后的话我们要获取这件商品的基本信息 那就是FoodID 从我们这一个字典里面取出它所有的配置 那就是FoodID 然后就是FoodList FoodList 就是我们的Food表里面去取 什么 Hoorway.fet.by 不能用fet.by 因为这个是用ID IN的方式 你就可以用了 Food.id.IN 大家可能想这个地方 老师我们能不能用 在Hop里面封装的 那个叫GetDeepFet那个方法 来进行統一获取的 这个就没必要 这个是获取我们的Mapping对象的 你这个获得获取DIS 就直接获取就行了 不需要 为了用而用 那就很麻烦 FoodID 这个意思 合出所有的结果集 然后我们将这个结果集进行统一的格式化 所以我们进行变量 然后运费 这些东西我们先把它运扭好 因为有可能我们在很多商业系统里面是需要有运费这种概念的 所以说我们将我们运费 把它默认做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一定使用到它上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统一来使用 然后的话我们随便是de-simple de-simple 写着我们de-simple 这样的一个类写 0.00 if full list 查询下有结果集吗 然后是for items in我们的full list 然后是time of data 进行格式化 可通话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点 我们看一看 这里其实都给大家写好了 id name.pris id name.pris id name.pris 这样吧 就是i.com.id name.pris pris一样的 选择转换成我们的搜索 因为节省的时候 discipline是无法进行转移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pic.urr id name.pris urrmanager.br 到我们的imagineurr 然后是我们的item.br imagine 然后是我们的什么 你购买的数量 购买数量怎么取 因为购买数量是传递过来的嘛 为什么要有tick这个东西 就是传递来说比较好取 所以说我们才需要有tick item里面的id字段 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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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进去 Append 把这个放到里面去 然后的话 我们的 价格是paypris 等于我们的paypris 加上我们当前商品的价格 承订它的 购买 加上item.pris 乘以 我们的数量 是temp beta里面的number或者是它 可以 最后的时 还有一个默认地址 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默认地址 默认地址我们先不要管 但是我们先统一返回吧 default or dass 这个值我们先不要管 我们先将我们的 购买的 后来它需要 按照它的格式 返回去就可以了 因为像我们这一块 做的话 会在我们后面 再统一地做 换成address 最后在我们的data里面 自己的统一放回去 data里面的 food list 等于我们的 data付的例子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pay price 就是我们的 总付款价格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运pris 然后总付款价格的话 是等于total price 等于我们什么 等于我们的 两个价格的总和 就是我们的pay price 加上我们的运pris 就是我们的运费 转发给我们的 收创是因为我们的 接程 它无法将我们的 december 转移成我们的接程对象 还有一个defaultaddress 在哪里 传递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返回这样的一个结果器 就可以了 那我们 看看效果 我们返回结果器 是不是有了 是因为我们新家的audit的东西没放到我们一定可在里面 重启我们的命令 再来一遍看看效果 405方法不被允许 这个就简单了 那我们请求的方式是用那个post 我们直接发送一次请求 甚至会报一个错 main里面 单词 我们就写错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写到那么快 main里面 鼠标右键 再来发送一次请求 这个就成功了 然后的话 将这个成功的这些数据 它统一放在我们的 GS里面进行渲染就可以了 进行它所有的数据 成功了 那之后的话 该提示的就提示 后来提示的我们就进行我们的数据渲染的这一块逻辑 SP 等于我们RS返回到beta区域 然后的话是 if RS返回区的code 不等于200 那就不好意思 我们要谈一个层 告诉你一些数据 app.alert content 是我们的 RSP返回对象里面的message Return Letter set data 进行复制 复制的东西现在都是一辆多 比较急 第一个是我们的 最上面的这些google list Rs 点p 点data 点负的 在我们后台发布的这个结果之一 第二个是我们的 default pris 第三个是我们的 几个费用 一个是运pris 一个是我们的 paypris 还有totalpris paypris 还有一个totalpris 这个表示复制完了吗 复制完了就可以将我们上带这些东西标准一下去掉 所有价格都是0.00 这些东西标准 看看我们的 节座 这就显示出来了 72元点对的对吧 这块的东西就已经正常的显示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用了 显示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是做了 这里可以添加一个备注 然后进行提交我们的 定单操作 提交定单操作的话 也就是我们要对应我们的这个 可遇到outre这样的一个动作 添加完了之后可以称到我们的 定单列表里面然后进行支付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将我们的这个动作 提交到我们的后台里面去 提交过去时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商品数据里面 将它发送过去 点击提交的时候我们是希望 点击提交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将我们的商品的数据 以及我们这个备注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后台里面去 放我们data data一样的 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里的话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将这个数据发送到我们的后端 这里的方法我就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用了 然后提交到我们后端 我们的方法就是order collect 就是我们下单操作 下完单之后的话 它这里会 展示一个微信的一个loading 我给大家看看效果 展示微信的那个loading条 我们下完单之后的话 我们要将这个loading条已经去掉了 那就是微信.hi 走我们的loading 方法 最后才是跳起来的 如果是成功了之后 我抬起来的话 我们的 列表验员营销 已经成功了 我肯定要 告诉你原因 然后我们 一起操作就可以了 请教科研发法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数据提交到我们后端里面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写我们的后端的一个下单动作 这一块是属于我们现在的算是非常重心的一块功能 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并发以及我们 下单完了之后的话 如果是来源于我们购物车的话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收藏家里面收藏的那些商品 将它进行单除 如果是我们来源于我们详情的那边的话 就不需要进行这个动作 还有一些区库层这样的过程 我们继续吃了 我们下单击周围